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挺简单 就像跟大家伙劝大家伙的概念一样 一开始你可能不接受 慢慢看 吻一下心来慢慢看 对任何的东西如果表面一看就立刻拒绝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情况会拒绝了自己 拒绝了真实的一面 什么东西拒绝造成拒绝呢 就是观念 就像那天我跟大家解释是 民间一句话 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吧 走哪条路都成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但是大家有想过没有 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路之后 实际很多情况是被自己的观念所左右 这条路你选择之后 同时这条路又是你的障碍 阻碍着你认知其他所有的路 太绝对的人会认为只有自己这条路才能通向罗马 所以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很狭隘 极端的自我才会这样 而极端的自我和狭隘呢 看起来似乎是对的 可是一旦这条路上有点什么闪失的话 他将永远到达不了罗马 因为他的观念阻碍了他 他的观念造成了他不接受其他的路 但天下太大了 对不对 我就说那个概念 一个人说我眼睛什么都能看得着 你看不见你后脑勺 你后脑勺上长一个旋 两个旋 三个旋 长三旋怎么长的你不知道 对不对 你说我能照镜子看 你照镜子试试 前面一镜子后面一镜子 你镜子套镜子 你还看不清你后的那三旋咋长的 所以你眼睛看得着 脑门 你脑袋有多大 涛哥脑袋够大的 有脑袋小脑袋 就这么短距离你都看不着后脑勺 你能看见什么 人说你抬杠 不是说抬杠 不是说不要按照自己的观念看问题 自己的观念 自己的看法 是自己生活的过程 值得尊重 但同时肯定任何一个东西 就同时否定了另外一个东西 这就是相生相克的道理 对吧 手心手有多大 手背有多大 老看手心把手背给当住 所以会看的人知道 在认知到自己的路的过程当中 同时能够接受别人 接受别人的 这是一种风范 正像我们曾经解释过的 大国的概念 一个国家 一个人 大到一个国家 小到一个人 当他能够包容 所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他自己内心 不会用情感去拒绝的时候 他能够理解别人 为什么那么选择的时候 这样的国度 这样的人 都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他身上 找到了别人 看到了别人 没有的 而同时呢 也意识到这种包容的人和社会呢 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这就是我觉得 我们看到的真实的一面 党的体制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 永远 绝户 绝户是什么 没孩子 绝户的意思是什么 走绝了 他老对了 如果什么东西老对了 那绝对就是魔鬼 对吧 这个你这什么东西 往绝了走的话 你就完蛋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真实的一面 古开来呢 那这首活的表现出来的呢 就是这么一个价值观 那特别我刚才在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特别尊重生命 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刺激了所有的看客和文化人 大家伙谁听到他说这句话 都觉得不能接受 绝对不能接受 但他可以轻轻的讲出来 这就是邪恶的那一面 真实的那一面 那苹果日报呢 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 直接就提到呢 古开来为什么这么敢干 他触及到的内容是这个体制 所以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博古开来的免死金牌 文章上来这么说的 博古开来杀人案 快刀斩烂麻 一锤定音 告命夫人接过了免死金牌 他领阵之后赞许说 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所以这句话是对所有人的刺激 那这写这篇文章的人 直接了当讲说 他这句话 咱且不说 古开来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老情人 和生意伙伴 海武德的生命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 大家现在看咱这节目的朋友 我知道哪行哪业的都有 对吧 可能有当官的 有做生意的 你当官的做生意的也好 只要在这市面上混 在江湖上混 你扭过脸来看看这句话 古开来 那曾经叱咤风云 对吧 杀掉了他的老情人和生意伙伴 扭脸很坦然 你说谁听了 谁后继量不发凉啊 其实今天BBC有另外一篇文章就提到说 现在在大陆的富豪都在拼命的往外跑 跑的理由很简单 寻找安全 但是我就想在跑的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哪个是还是海武德 哪个是古开来 那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你说你身边谁是海武德 谁是古开来 还是你自个儿就是海武德呢 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真实的那一面 在市面上混的 我说的是 混得有头有脸的人 开着法拉利的人 在我的心目当中 你们有几个不是海武德 又有几个不是古开来的 文章接着讲说 我们也不说那些在黑牢当中被自杀的 以及被虐待致死的众多生命 更不去说被枪决的张志新等等 试想一下房间 也就是说他这里说的就是民间 一贱命夫人如此害人生命 按照红朝的律例必须力展 再看看壮族人陈克杰 虽然官拜人大副委员长 血统并非是皇家贵族 他同样是被杀了 所以这里他就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提到过 关键的问题是古开来是薄熙来的老婆 他这里为什么提到陈克杰 陈克杰不是太子党 陈克杰的身份就像今天的胡锦涛 文家宝就像包括其实江泽民 周永康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曾经比较过的 我当时出事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薄熙来实际他的政治势力远远超过周永康 这里他想描述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那些太子党的红朝家族们 其他的都是给他打工的 他这里想描述的就在这 所以后面他也提到说 薄熙来古开来两口子的爹都是本朝开国元勋 有单书铁券在握 就是不能和庶民同罪 岂只要免死呢 出庭连球衣连手铐都没有戴 不光连球衣手铐没戴 就连家臣张小军也沾了光 没有给踢秃瓢 杀人案的囚犯在中国大陆都被踢秃瓢了 张小军没有 穿着雪白的汉衫 刚干洗完的汉衫 出来的 所以大家注意 我记得曾经跟大家评论过 说他们两个要在北京服刑 有人说他会如何如何 我跟大家开玩笑 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 搞不好人古开来在家里喝茶呢 真的 这话绝不外 我们这么多年看到的死刑犯 哪个不穿球衣啊 我们这么多年看到被打下来的大官 哪个不穿球衣啊 人家没穿 但古开来是什么 一个妇女 对吧 薄熙来说的很清楚 家庭妇女 贤妻良母 给人薄熙来炒鸡蛋炒西红柿 没准啊 没准吃的是鸡蛋西红柿 就说这意思 但人家故意杀人承认了都不用穿球衣 法官在代表着法律的时候低着头不敢说话 只能念稿 为什么呢 法官怕念错了 到时候 古开来不高兴 到时候事不好办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 原因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 其实更大的原因是代表着中共上层体制之间的没有任何一个绝对权力的人 他们之间的卖驴也好 打斗也好 他们在相互的狡诈 但谁也吃不掉谁 真实的表现就是党内的四分五裂 同时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是他们的 文章接着说 作为笔者并不希望看到古开来被执行死刑 大概说这意思 他说因为这个社会 现金的社会呢 还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但是呢 笔者 他说这个作者呢 自己说呢 我最纳闷的就是 为什么要给古开来留下一个活口 按道理说 古开来的所作所为 为包括薄熙来的所作所为 被很多其他的家族不买账 正是因为不买账 当出现了王立军内讧和这个温家宝 把他踹下来的时候呢 可以当机立断把薄熙来拿下 这是因为朝中确实有其他的家族对薄熙来不喜欢不买账 那本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会喜欢把他杀掉 让他死了算了 可是为什么要留活口 这就是他提出的一个真实的概念 他说未留活口就在于他的家族背景 杀掉一个就完了 海武德被杀了就行了 灭口是真 真正杀人是假 这是这个笔者提出来的说法 他说整个的过程 当一个人死了 古开来说我杀了他 这件事情单纯的杀人案结束之后 就会掩盖了所有的经济腐败 经济犯罪 政治阴谋 以及其他活摘器官贩卖尸体 所有以国家为名义的罪恶 都将在这个死刑犯的这一个案子当中被掩盖下来 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得懂现在发生了什么 但是如果这样被看懂了之后 知道他们在掩盖这些呢 还是我那句老话 我们看到的就应该跟共产党说拜拜 所以我还是说那句话 无论谁想试图什么 试图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的权力 你的官位 你的手段 去掩盖共产党邪恶的时候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今天却恰恰的暴露出他的邪恶 笔者紧接着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 他揭示出共产党的邪恶的一面 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对古开来这么处理 邓小平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呢 实际是在六四时讲的 邓小平讲 不要怕影响坏 政权都没有了 还要影响做什么 所以薄熙来案对党国的形象影响固然极坏 但是影响再坏也不比失调政权更坏 所以只要政权在手 还怕影响如何 老百姓就是看客 他们永远是看客 他们永远是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森 这篇文章就这么结束 所以在我的看法当中呢 就很简单 他揭示出来的一个客观事实 所有的人在古开来的庭审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的罪恶 随着王立军将被审 随着薄熙来将被审 我们将会看到更加的真实的那一面 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认清今天 到底是什么是邪恶 什么是真正好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应该 拒绝邪恶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